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达到一千多万人 可以说泰国是中国游客出境游的首选之地 这是不仅是因为泰国的自然风光美好 泰国人民友善好客 深受中国人民喜欢 同时也体现了中泰两国一家亲的这种特殊关系 这个三年多的疫情 给两国的旅游交流带来一些影响 现在这个影响已经不复存在 大量的中国游客开始恢复来泰国旅游 今年到现在已经超过了三百多万人 同时泰国的民众到中国去旅游的也越来越多 这个我作为中国驻泰大使 在泰国工作生活 我能够切身感受到这里对于外国游客 它所具有的无限的魅力 所以我相信啊 这个中泰两国之间的旅游合作关系 会越来越密切 泰国对中国游客的魅力 如当年一样 仍然是中国游客出境游的首选之地 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来到泰国 也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泰国的游客到中国去 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泰国